歡迎收聽收看3月20日星期二得到英國新聞報導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這裡提提大家記得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 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英國首相約翰信又有新的言論引起爭議 禮拜六他在英國Blackpool舉行的保守黨春季會議上發表演說 他將烏克蘭抵抗俄羅斯入侵 和英國脫歐相提並論 他說烏克蘭和英國人民都是渴望自由 這番言論就讓不少英國本地人和歐洲政治人物批評他抽水 是冒犯英國和烏克蘭的民眾 約翰信提到俄烏戰爭和英國脫歐 他說知道英國人民和烏克蘭人民一樣 都是出於本能選擇自由 約翰信表示當年有大量英國人民投票支持英國脫歐 他不認為這是因為英國人對外國人懷有敵意 他相信英國人是追求自由和做不同的事情 來令到英國可以獨立運作 約翰信批評俄羅斯政府最近的行動 是惡毒、野蠻地傷害無辜平民 他形容是國際社會自四十年代以來 從來都未現過這樣的行為 約翰信又重提俄羅斯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之後 國際社會的反應 約翰信說知道世界各地 有部分人甚至部分西方國家政府 認為應該與俄羅斯和解 但約翰信認為這觀點是大錯特錯 如果今次在俄烏戰爭之後 大家與普京政府關係正常化 只會重蹈覆轍 而歐洲理事會前主席 波蘭前總理陶斯克批評 約翰信的言論 將烏克蘭人民的抗爭 與英國人投票支持脫歐相提並論 是同時冒犯了烏克蘭人和英國人 亦顯示了約翰信是沒有常識 甚至令烏克蘭人民感到不安 而歐洲議會脫歐談判代表 比利時的前總理福斯達 就形容約翰信今次的言論瘋狂 他說英國脫歐之後失去了自由 而烏克蘭人就相反 為了爭取更多自由而加入歐盟 與約翰信的黨友、執政保守黨人士 英國前副首相夏遜廷 也公開批評約翰信 說他不應該利用烏克蘭人民的勇氣 來逃避約翰信本來應該承擔英國脫歐後災難的責任 他又說保守黨人會因約翰信今次的言論感到羞恥 下一則新聞 3月19日利物浦市外有一處沼澤地發生離奇火災 大火蔓延、火勢非常慢烈 濃煙不斷向上升 有很多民眾也擔心附近的沼澤自然保護區生態 是受到破壞 今次火災的沼澤地區是位於英國威勒爾半島 的一個叫做帕克蓋特的自然保護區附近 是距離利物浦爾南大約是11公里 當地的消防隊表示 目前大約有一平方公里範圍的沼澤地 是遭到大火燒毀 民眾相當擔心今次大火會波及到自然保護區生態 所以消防員也講及在大火外圍設置防火帶 是防止大火蔓延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這個沼澤區是相當潮濕 沒有理由會突然火災 所以有人就估計是有人中火 而導致今次火災 大火基本上已經遭到撲滅 只剩下小面積還燒緊 由於潮水上漲 消防隊員已經撤退到安全的距離外面 持續監察著有沒有其他新的火災 下一則新聞 英國威廉王子和他老婆海替 禮拜六到訪加勒比海的 百利茲展開為期 一個禮拜的加勒比海之旅 但當地土著地區有居民示威 反對皇室訪問 令他們兩人就無法按照原定計劃 在星期日訪問土著地區的一個可可斗種植員 威廉王子和他老婆的直升機 降落在村內的足球場 但他們未有事先知會 印第安河馬雅村民 引發數十名村民在星期五 3月18日示威表達不滿 就說他們訪問是一個殖民主義 有當地居民透露 威廉王子是野生動植物保護 國際組織的贊助人 而這個組織就與當地村民 就土地所有權發生一些糾紛 英國皇室證實 由於涉及當地社區的敏感問題 威廉王子和他老婆的行程有改動 他們兩個本來在今天 會參觀當地一個可可斗種植員 這個行程是需要取消 而當地百利茲政府就表示 已經安排另一個地點作為參觀 這次威廉王子和他老婆的出訪 是為了慶祝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登基70周年 他們兩個人除了會到訪百利茲外 也會去阿邁加和巴哈馬 下一則新聞 英國國民保健服務處NHS宣布 今週開始會為療養遠遠有75歲或以上長者 12歲或以上免疫系統比較弱的人士 接種武漢肺炎春季加強劑疫苗 估計有500萬人會接種 在這500萬人內 大部分人都接種第四針 而在較早前 有英國官員說 部分有重症風險的人 可以在這次計劃之前 就已經打第四針 所以接下來計劃 這個新計劃 有少部分的人 接下來就會打第五針疫苗 NHS今週會率先邀請首批大約60萬民眾 預約接種加強劑 而各地的NHS團隊 都會去到療養院 為院友接種加強劑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 英國的武漢肺炎疫情有回升跡象 而70歲以上的人確診數字更創新高 衛生大臣賀偉德表示 隨著英國疫苗接種計劃取得重大成功 當局正是為75歲或以上長者 和免疫系統比較弱的群體 提供親貴加強劑 希望提升他們的抵抗能力 NHS聯會表示 在上星期 英國武漢肺炎確診者住院數字的 7日平均數上升至超過1700人 而NHS的員工 缺勤情況再惡化 急症室也面臨壓力 根據英國政府數據 英國有91.7%的12歲或以上人口 已接種第一針武漢肺炎疫苗 有85.7%就接種兩針 67.1%就接種三針 下一則新聞 泰吾士報發現英國的科研人員 與中國機構聯合進行的一些科研項目的數量 已超過1000個 在過去6年間增加了3倍 而英國的大學從中國一些機構獲得的科研經費 當中有6000萬磅 是來自一些已經被美國政府制裁 與中共軍方有關的公司 2015年至今 英國的大學從中國獲得了2.4億磅的資金 其中4000萬磅是來自華為 2000萬磅是來自其他幾家公司 這些公司為解放軍提供戰鬥機、通訊技術、 導彈技術而被美國政府制裁 這些贊助英國大學的公司 與中共七間頂尖的解放軍學院有關 而且他們都全部被美國納入制裁名單 所謂國防七子又稱為國防七校 分別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 西北工業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南京理工大學 《泰晤士報》的調查發現 英國有很多大學的研究人員 都與剛才說的一些大陸的學校有合作 進行一些敏感的軍民兩用軍事研究 涉及到無人機、電磁技術、航空材料、 雷達、干擾設備、高性能電池等等的研究 《泰晤士報》有揭發 自從2015年以來英國的帝國理工學院 從中國多間機構獲得5457萬英鎊的資金 是英國這麼多間大學中獲得最多中國錢的大學 帝國理工學院其中收到500萬鎊 用在研製航空材料 這500萬鎊的資金是來自三間和解放軍有關 而且被美國政府制裁的公司 這三間公司分別是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和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而兼喬大學和牛津大學都分別收了中國機構 4600萬鎊和2400萬鎊 分別排在第二名和第三名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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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下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